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好,我是子村的丁丁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關鍵植物到底有多貴 那現在稀有植物的價格大概落在哪個區間 如果說想要買的話呢 應該要準備多少錢才可以買 當中呢也有一些非常酷也非常有趣的植物 或者是非常漂亮的植物 也等不及待這一集的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第一個就已經非常非常稀有 那就是斑葉犀牛皮關聯 大家如果看過犀牛皮關聯的話 就會知道它那個銀灰色的葉子 然後摸起來質感有點像犀牛皮的感覺 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原本就已經是一個很酷的植物了 再加上斑葉 整個就是超級超級無敵性人 因為它的斑葉不是只有一個顏色 像是你像白斑龜可能就是白色跟綠色 本來就是只有兩個顏色 但它是三個顏色 白色 綠色 還有灰色 所以就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超級超級無敵酷 我那時候在植物色粉看到的價格 兩片葉子然後葉長大概是20公分 是穩根的 大家可以猜一下說它的價格是在哪裡 那給它五秒鐘自己想一想 那我現在就公佈一下價格 大概就是6萬8台幣 我看到價格的時候有點嚇到 但是以前真的是沒有看到這一個 斑葉犀牛皮關聯 它真的真的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但是如果說大家沒有辦法 去購買斑葉犀牛皮關聯的話 我是覺得原本的犀牛皮關聯 就已經非常非常漂亮 也非常非常特別 灰色的關聯其實不是到說非常非常多 一般都是綠色的為主這樣子 那第一個是斑葉犀牛皮關聯年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接下來第二個是大家超愛 也超級超級無敵熱門 我也自己也超愛的一個 圓餅錦段曼玉龍 但它是圓餅錦段曼玉龍的斑葉版本 斑葉版本比原本的圓餅錦段還要在美上好多 它的斑是黃色的不是白色 主要是黃斑為主 我看到的主要是黃斑 那我自己有買一個小小的苗 但也不是到成竹 那我現在看到成熟的葉子一個的頂牙 在植物盛團上面看到 大家可以猜一下大概一片頂牙 大概價格在多少 那我真的是覺得它的這個黃斑 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也超級超級酷 一般的斑葉植物真的是白色的斑比較多 如果是黃色的斑的話 通常說是會貴上很多 因為數量真的比較少 那圓餅錦段曼玉 一個頂牙 現切的 要 沒有到五位數啦 八千九 對 一個頂牙 八千九 雖然跟剛剛的斑葉西洋皮比起來 沒有到六萬八這麼誇張 但是 八千九還算是一個祝母啦 對啊 對 現在圓餅錦段 斑葉的大概是八千九 接下來這個 我沒有很喜歡它 不是斑葉的版本 但它斑葉版本實在是太漂亮 那就是 橘餅曼綠蓉 Philodungeon Belietia Variegated 橘餅曼綠蓉 原本的葉子的樣子 就是一個深綠色 然後它的葉圓 會有一個橘色的 的外圈這樣 就圈一圈 然後它的 金呢 是橘色的 那原本的這個樣子 我自己個人是喵到非常喜歡 但是它斑葉真的 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因為它的斑葉也是有混 綠色或是黃色的斑 所以 會有淺綠 黃色再加上它原本的深綠的那種葉子 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然後再配上它橘色的金 真的是 整盆都整個超級無敵漂亮 對 那我現在看到植物色產上面 大概看到的價格是 酒葉 那算是老蟲了啦 酒葉 然後葉子的長度大概是四十公分左右 然後是八寸盆 大概的金額是在一萬三左右 有 所以斑葉的橘柄 麥蓉 大概價格在那邊 那 但我覺得它的 美麗程度是有提升 超級超級無敵多 而且這個是九片葉子的 穩根 所以我是覺得說它一片葉子的 價格不會像 剛剛圓餅錦段的斑葉 就是一個葉子就要八千九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是覺得 以它價格來說它回落的速度算比較快 對 所以如果喜歡半葉橘柄的話 說不定可以去買一些 不是到這麼大型的 或者說葉子這麼多的 可能價格不會到這麼的貴 如果喜歡半葉橘柄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個品種 接下來是 大家也很喜歡的 Anterium Poppy 就是 Poppy火荷 大家 真的真的超級喜歡 主要是它 黑色的 葉子 本來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我看到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 有人在賣金段 金段的話 是可以長出 不同 可以 切出很多不同 顆 可以長出很多不同 顆的 火荷 就不會說只是 單純一顆 這樣子 那金段的話呢 我看到 一個老蟲金段 大概 三到四公分的金段吧 大概是兩萬塊左右 對 那現在價格是這樣 所以 如果說 大家有想要投資一下 也可以考慮一下 直接購買金段 但因為金段是要用 敷的 不見得每個人的能力 是可以把它敷出來 所以 要看一下自己 如果是新手的話呢 就還是建議就先買 已經有 穩定的支出 如果不是去買金段 下一個是 農皇般 短經節的 龜貝浴 Monstera De La Silsa Aurea Arrogated 這個也超級無敵漂亮 龜貝浴本身就已經很漂亮 然後農皇般的 這個也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現在我看到一個 大概是 三片葉子 現切的頂牙 的價格呢 大概是在 七八千左右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種 黃色的話呢 也歡迎 就是 看要不要購買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種 農皇般的話 它的價格大概是這樣 下一個是 半夜神劇慢容 Falundrum Caramel Marble 這個也超級超級無敵漂亮 它的特別的點是 原本神劇就是很像 一堆巨子然後 長在同一個盆子裡面 那現在特別的是 它這個巨子除了綠色之外 還有 黃色的斑紋在上面 是 有一點有生鏽的感覺嗎 沒有啦 就是 半夜神劇慢容 就是會有 黃色的斑塊在上面 然後 它的新的葉子呢 會是比較偏粉紅色的 所以 其實在這個植樹上面 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種顏色 在它有新葉的時候呢 會有 紅色的樣子 然後 慢慢的變成綠色 然後再變 它原本的這種斑塊 所以 所以 半夜神劇慢容 也是一個超級無敵漂亮的慢容 如果說喜歡 原本的神劇慢容的話 我也是覺得 也非常的漂亮 它的葉形 就是和其他慢容 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會有很多 尖角的 的 葉 葉緣啊 跟其他的慢容不太一樣 其他慢容的 葉形主要都是心形為主 然後它這個樣子主要就是 比較多尖角 然後 比較多獵葉的感覺 這樣子 所以 這一個 欸是多少錢 半夜神劇慢容 那時候看 九片葉子 然後葉長 大概是 欸 不是九片啊 十二片葉子 葉長大概都在四十公分以上 這樣子 整盆大概是 兩萬塊台幣 對 也是 非常非常的 shocking 所以大概一片葉子多少 一片葉子大概 七八百塊左右 對 嘿 片子大概七八百塊 如果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參考一下半夜神劇慢容 喜歡的話呢 歡迎幫我按下訂閱 下一個是非常非常酷的一個植物 叫做一手龍火鶴 但是是 半夜版本 對 基本上 貴的植物都是半夜版本 因為半夜植物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那一手龍火鶴 原本的樣子 它的夜型就是 長越大 會越像一手龍傷開翅膀的感覺 就非常非常酷 所以 它才叫一手龍火鶴 那半夜的版本呢 主要都是出淺黃色的斑為主 那這個黃呢 不會像 可能 黃斑的那種龜貝玉主要是這種深黃色 主要是用淺淺的 可能淺黃色 我覺得有點到接近比較偏白色的 這種版 那一手龍火鶴的半夜版本 那時候看 一片頂牙 現在還算蠻貴的 一個頂牙大概要三萬二左右 就是一個頂牙就要三萬二 所以說它現在的數量真的不是到非常非常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可以參考一下一般的一手龍火鶴 本來它的夜型就已經非常特別了 因為一般的火鶴的樣子真的是比較偏 心形或者是圓形為主 然後差異都是在上面夜脈的紋路為主 那一手龍火鶴就在它的葉子的形狀就已經差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般的一手龍火鶴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接下來這個我不太知道它的中文名稱叫什麼 它叫做 Philodendron Williams I Variegated 如果有人知道它的中文的話呢 麻煩留言和我說一下 那它也是個半夜植物 但是Philodendron Williams I Variegated 它的夜型本來就看起來很像春雨 我在想是不是春雨的一種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和我講一下這樣子 拜託 然後它的特別的點就是 它和春雨一樣是很像會裂葉這樣子 但是它沒有像春雨裂得這麼開 就是它的手指頭沒有開的這麼多 想像我的手指頭是 是葉子吧 就是 手指頭是葉子 然後 它就沒有像春雨裂的這麼多 它可能就像很合起來的那種的感覺 所以 我不太確定它是不是春雨的一種 那 但它這個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它的斑呢是黃色的 然後 我那時候看到它的價格 五片葉子然後葉長四十公分 這樣子是大概兩萬五左右 非常非常漂亮 也算是老蟲了吧 老蟲分出來的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這樣子大概是兩萬五 對 因為這一個真的沒有中文的名字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它的中文是什麼 那這個 介紹給大家 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它這個主要就是葉子 只是就是 沒有像春雨裂的這麼開 但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曼玉龍 分享給大家 下一個是 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歡的一個曼玉龍 但是 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個曼玉龍已經 漸漸的在原生地都已經被 採集光了 它現在是 被列為 呃 冰臨絕種的一個物種之一 那這個是叫做 聖林曼玉龍 這個大家如果 在幾年前有入坑的話 應該知道 聖林曼玉龍 在當時的量真的是 非常非常少 以前的價格根本是天價等級 但現在的價格也是非常非常的 不知道非常便宜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大概價格在哪裡 那它的特別就是 在它的葉子 是超級無敵狹長 超級無敵細又狹長 如果大家看過 丁字庫曼玉龍的話 可以看 就是可以想想一下 丁字庫曼玉龍它是 比較偏向T字型的那種狹長 但是聖林曼玉龍它就是整根是一根 然後它的耳朵是非常非常的尖 整個葉子都是超級無敵細的 又細又長 對 所以這就是它的特點 然後看起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它葉子很細長 可是跟其他的 比較細長的 其他的植物好像 其他品種好像就沒有它的 那一個 感覺 這麼漂亮 好 Anyway 反正就是它的 重點就是它的葉子 是非常非常細長的 那現在我看到 三片葉子 定牙 的價格是 三萬二 所以大概一片葉子 要一萬塊左右 對 它的價格到現在 還是非常非常高 聖林曼玉 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歡的 品種 以前甚至在美國 也就是整個是 瘋狂到不行 那時候 美國的 聖林曼玉 基本上都是進口的 不是在 當地主賠出來的 但現在漸漸美國 有主賠出聖林曼玉 不過現在還是很貴 因為數量真的不是 非常多 如果說有養過聖林曼玉的話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養的心得嗎 是因為是很難養嘛 所以它的數量 一直沒有 出來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長得很慢 如果說有知道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說 因為我其實對這個品種 也非常非常有興趣 那這邊是聖林曼玉 它沒有半葉的版本 就已經 一片也只要一萬塊左右了 下一個也是 這是龜貝玉的特殊斑色品種 那就是 薄荷般的龜貝玉 超級無敵漂亮 它的斑色主要是有 深綠色 淺綠色 才會再說它是薄荷 然後還有 甚至到接近黃色或是白色 看每一片葉子的樣子 其實不太一樣 那會很像是 比較深的 原本龜貝玉的 很深的那個綠色 是灑在這個 比較淺的黃色 或者是淺綠色的頁面上 很像星空灑在葉子上的感覺 也非常非常漂亮 那時候我看到兩片葉子 大概葉長40公分 但是是中段轉頂牙這樣子 兩片葉子中段轉頂牙的價格呢 是在42000 那這個是 結標的時候看到的價格 但後續呢 結標之後還有人出價到 45000多吧 對 所以 薄荷般的龜貝玉也是還蠻熱門的 那現在的價格也還算是 不知道非常非常低 大概也要42000左右 對 如果喜歡龜貝玉的朋友 也是讓大家參考一下 最後一個是半葉子的烘魚觀念 烘魚觀念 真的超級超級可愛 我自己也有種烘魚觀念 它本來的葉子就很像一隻烘魚 所以 如果它長大的話 很像很多隻烘魚在家裡飛 可是大家要記住 烘魚觀念是可以長到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導致可能現在 其實種烘魚觀念的人 我自己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多 它可以長到非常非常大 可能 不是每個人的家都可以適合擺這麼大的觀念 所以它價格其實 降得非常非常多 但它還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愛的植物 我也非常喜歡它 烘魚觀念的黃斑版本 可能會等它價格比較回落之後 再考慮夠了 因為 黃斑的烘魚觀念也是非常非常可愛 如果喜歡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考慮一下烘魚觀念喔 那這些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一些比較貴的植物 基本上都是官業植物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說 現在官業植物的市場的價格在哪裡 大概有沒有被你嚇到 或者說你覺得有哪一些其實 也還蠻貴的啊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說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說 哇 又有哪一些新的品種這樣子 歡迎大家多多分享喔 那如果說有喜歡這個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非常非常謝謝大家的訂閱 還有支持 如果我想要看更多植物相關的內容的話 我的IG也會不定期更新喔 還有相關的展覽資訊 我也都會放在IG 比較及時的和大家做交流 好 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見 掰掰